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 AI芯片设计公司Tens Torrent 与日本政府达成合作 将在未来五年内培养200位芯片设计师 这笔合约的总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 这对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将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接着我们来聊聊今年的双十一 这个曾经的购物狂欢节 似乎变得平淡无奇 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开始回归理性 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人们 对于消费文化的思考 最后我们将探讨无人机 非手培训市场的火爆现象 然而这背后的培训费用却差异甚大 相关标准亟待建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Tens Torrent与日本政府 达成了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培养200名芯片设计师 日本工程师将于2025年开始 与Tens Torrent的高层管理团队合作 学习芯片设计 同时将使用开源的 Risk-V指令级架构 这一合作不仅是为了提升 日本在芯片设计领域的能力 也与日本政府支持的本土晶圆 代工厂商Rapidus的计划相辅相成 后者希望在2027年 实现两纳米制程的量产 Tens Torrent的CEO Jim Peller 在业内享有盛誉 曾在多家知名科技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目标是挑战 AI芯片市场的领头洋英伟达 腾讯 随着双11的结束 今年的购物狂欢节 似乎显得有些平淡 许多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并没有如往年般疯狂购物 虽然各大电商平台 均宣称成交额创新高 但具体数字却未公布 令人对真实的市场状况产生疑问 天猫和京东等平台 在双11期间的成交额增长显著 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却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理性消费 关注商品的质量 而非单纯的低价 此外 随着电商行业竞争的加剧 拼多多 抖音和快手等新兴平台的崛起 也让传统电商面临挑战 购物节的常态化 使得双11的独特性逐渐减弱 腾讯 第16个双11的落幕 标志着电商市场的转型 低价竞争逐渐被品质和价值竞争所取代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变化 从追求低价 转向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和体验 数据显示 天猫和京东的多个品牌 在双11期间的成交额都有显著增长 专业化的直播带货逐渐成为新趋势 与此同时 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 也在向近合方向发展 互联互通的支付方式和服务 正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总的来说 双11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消费趋势的演变 也预示着 未来电商市场的竞争格局 将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腾讯 在双11购物节的热潮中 北京工商大学的洪涛教授指出 直播电商行业正面临着商品质量 和消费者体验的挑战 根据调查 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在直播间购物 显示出这一新兴渠道的普及 然而 商品质量问题 频频被消费者吐槽 洪涛强调 提升商品专业知识和技能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还提到 数字技术的应用 能够显著提升配送效率 并呼吁加强直播电商基地建设 以培养高素质的主播队伍 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腾讯 华为的Mate70手机即将发布 消费者的期待已久 于成东的宣布 点燃了用户的热情 尽管关于新机的具体信息 仍然寥寥无几 最近 Mate70的真机曝光 引发了热议 虽然正面设计变化不大 但背面的设计 仍然让人期待 发布会定于11月26日举行 届时除了手机 还有其他产品也将亮相 令人期待 网易 在新能源车市场 蔚来和小鹏 正通过增程模式吸引用户 而理想和蓝图 则选择了纯电的发展路径 蔚来计划推出增程动力的 第三品牌萤火虫 而小鹏则发布了 昆蓬超级电动体系 结合多项新技术 蓝图则在此时 推出纯电SUV 回应市场对使用成本的关注 蓝图的知音车型 强调超快充电能力 并计划建设超充站 以提升用户体验 尽管市场竞争激烈 各品牌在补能方式上的选择 各有不同 蓝图明确表示 超充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而换电模式 更适合商用市场 网易报道 无人机飞手培训行业 正在迅速发展 人才需求激增 随着无人机在农业 测绘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当前我国无人机飞手的缺口 已达100万 促使全国培训机构 数量超过1000家 然而 培训费用却存在较大差异 从9800元到15800元不等 这让许多学员感到困惑 调查显示 费用差异与城市 教员水平 及机构品牌效应 等多种因素有关 业内专家指出 合理定价和提升教学质量 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无人机教员的职业中 薪资水平也随之上涨 但即可达7000元 旺季更是高达3万元 尽管教员的工作相对稳定 但他们面临着教学压力和安全隐患 教员需要考取民航局颁发的教员证 并适应日益提高的考试难度 同时 实操教学中也存在诸多风险 教员必须时刻关注学员的驾驶情况 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随着无人机行业的发展 教员这一新职业逐渐受到关注 但专家提醒 选择这一职业需结合自身技能与经验 在双十一购物狂欢中 拉夫劳伦因凑单退款而意外走红 成为热议焦点 消费者通过凑单的方式 在享受优惠的同时 导致该品牌的退货率高达95% 许多网友纷纷学习凑单技巧 形成了新的购物潮流 尽管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商家利益的担忧 但也有不少消费者认为 这是对复杂平台规则的顺影 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愈发明显 如何在电商促销中找到平衡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易报道了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在珠海的盛况 展会吸引了众多观众体验虚拟飞行 观众们通过佩戴眼镜 进入虚拟驾驶舱 体验飞行员的操作 中国商飞展示了多款飞机 包括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20S和歼35A 展现了国产飞机的技术进步 南航则展示了 国内首台符合欧洲标准的 飞行与导航程序训练器 创新的M2技术 让飞行学员在真实感十足的环境中 进行学习 展会现场的互动体验 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参与 南斗记者进一步报道了 空客北京工程技术中心 与合作伙伴签署的协议 致力于将天然耶丝纤维 座椅电产品应用于飞机客舱 标志着航空业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国航在展会中成为 C929宽体客机的首家用户 展现了对国产大飞机的支持与信心 此外 国航与中国商飞的合作 也在不断深化 展会期间收获了130架新订单 进一步推动了 国产飞机的市场发展 腾讯新闻则聚焦于双11期间 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表现 快手 B站和抖音纷纷发布了自己的战报 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快手电商的GMV同比增长110% 而B站的带货GMV则增长了154% 抖音也不甘示弱 多个品牌在直播带货中 实现了成交额过亿元 显示出年轻用户 对短视频平台的消费潜力 各大平台在双11期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商家和达人们积极争夺消费者的关注与购买力 网易 比亚迪的方程爆爆8正式上市 售价从37.9万元起 成为比亚迪与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 爆8采用了DMO超级混动越野平台 具备强大的越野能力和智能化配置 外观上 爆8继承了爆5的方正设计 并融入了蔚来兴建美学 前车灯和尾灯的设计 都让人联想到蔚来科技 动力方面 爆8的2.0T发动机与电机组合 提供了接近740马力的强大动力 百公里加速仅需4.8秒 展现了其卓越的性能 此外 爆8的座舱设计也极具豪华感 配备了多块大屏及丰富的舒适配置 提升了整体驾程体验 网易 苹果公司在扩展产品线方面 一直采取四款iPhone的策略 以刺激销售增长 然而 今年的iPhone 16 Plus 成为了销量的短板 尽管其价格介于基础款 和高端Pro型号之间 但市场反应却不尽如人意 数据显示 iPhone 16 Plus 在美国的销量占比仅为4% 远低于Pro和Pro Max的6% 苹果的策略 曾在推出iPhone 6 Plus 和iPhone X时取得成功 但近年来 Plus型号的表现 却不断下滑 展望未来 媒体分析认为 苹果可能会在产品线上进行调整 推出更高端的Air型号 以满足消费者对高性能手机的需求 并提升整体销售 网易 Waymo在洛杉矶 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 标志着其历史上最大的扩张 该服务覆盖近80平方英里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Waymo One 应用预约自动驾驶出租车 作为Waymo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的 第三个城市洛杉矶的380万人口 将受益于这一创新技术 Waymo的联合首席执行官表示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 乘客们开始享受 无驾驶员乘车的便利和安全 此外 Waymo最近完成了一轮56亿美元的融资 加速了其在美国的扩展计划 并与Ober和现代汽车达成了战略合作 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普及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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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